近來,社會經濟畢竟同時肺炎是虐,令人心惶惶。 佛教有什麼安心法門,可以舒緩大家的憂慮呢? 如果想安心,首先必須要建立正確的人生觀。 每人都有與生俱來的無名煩惱,以及今世所遭遇的逆境,構成困擾身心的憂慮。 因為眾生的業力各自不同,所以產生不同的心理反應。 有些人時常遭遇逆境,而自己又缺乏堅毅的意志,於是認定生命是無盡的苦惱, 不敢面對現實,誰知抑鬱,表現得悲觀消極,只祈求生命早些完結。 也有些人事業順遂,認為生命是樂多苦少,於是執著世間的名利財富,表現得樂觀積極,時刻眷戀著自己所擁有的一切。 這兩種人都是走上情緒的極端,極度悲觀的人不會理解生命歡樂的一面, 也不能從逆境中成長,吸取教訓,建立智慧和自信。 而過分樂觀的人,漠視生命痛苦的一面,執著永恆的佔有,障礙智慧的增長。 所以正確的人生觀,應該採取中度,既不悲觀,亦不樂觀,既不執著痛苦,亦不擔憐快樂, 切實地與親友過同金共苦的生活。 第二是處事要明白因果,因果即是因緣果報的意思。 因是每件事物產生的重要因緣,緣是幫助主因成就的助緣。 而果即是一件事物由因緣和合而建成的結局。 古語有云,眾瓜得瓜,眾斗得斗,善惡到頭,終有報,只憎來早與來遲。 所以我們處事要深明因果的道理,善因得善果,惡因得惡果。 第三是理解無常苦空的道理。 佛教指出人生是無常、痛苦和空患的。 他的目的是要提高人的警覺,不要沉緬於短暫的快樂之中, 必須趕緊修行,脫離疏婆世界的痛苦。 並非道人生起消極厭世的邪見,走上逃避現實的途徑。 苗花蓮花經說,三界無安猶如火窄,眾苦充滿。 人生有勢說不盡的痛苦,這是無容置疑的事實。 就世界的總相來說,人類的歷史, 又哪一年不是在戰亂和天災中度過? 一切事物的存在,不過是因緣所生發,緣罪則生,緣滅則散。 沒有他的慈性,所以叫空。 萬物是不能永恆存在的,所以是無常。 須知一切順境、逆境、樂視、虎視,相疊生滅。 如果理解無常苦兇的人,處於順境時,不會擔於樂視。 處於逆境時,也不會沉著於悲哀, 因為一切都會改變,順境會變壞,逆境亦轉好。 無常苦兇代表我們希望,激勵我們發奮途強, 引力我們超凡入勝。 上次說安心的法門,首先是要建立正確的人生觀。 第二是處事要明白因果。 第三是要理解無常苦兇。 第四是凡事要退一步上。 在人生道上,不顧一切地向前拼命爭取, 是很容易使得身心受損。 很多時,如果能夠將步伐稍為緩慢下來, 退一步再上一上, 很多不必要的紛爭、煩惱就可以迎刃而解。 坎山大師說, 紅塵白浪兩惶惶, 忍欲猶和是妙方, 到處隨緣、延歲月, 終身安分到時綱。 忍欲能夠防止一切外來的煩惱, 是菩薩所修持的六道波羅蜜之一, 稱為忍欲波羅蜜。 古德雲, 退一步海闊天空, 忍三分何等清閒。 退讓的人生, 並不是蟹苔懦藥, 而是在謙信之中培養堅忍的危力。 第五是常感小育之足。 物質的需求是人生所必要的, 但不少人為了物育的無限追求, 而衍生了種種的困惑, 陷於憂苦之中。 善於安心的人, 必會珍惜當下自己所擁有的一切。 慈悲三昧水慘講, 知足之人, 雖我地上, 猶為快樂。 不知足者, 雖處天堂, 猶不清義。 我們要小育之足, 不應該為了過份的慾望, 而搞到焦慮不安, 製造糾紛, 引發罪行, 或是需要興生的。 第六是掌養善良心地。 凡事先要確立正確的恩是非常重要的。 正確的恩是指善恩, 反過來就是惡恩, 千萬不要種下惡恩, 因為會帶來惡果。 所以亦經講即善之家必有餘興, 即不善之家必有餘養。 無論各下信佛與否, 必須時常保持一羅良善的心。 第七是保持冷靜的頭腦。 當我們處於困境時, 首先要冷靜下來, 不要被自己的情緒深窩所牽前, 變得憂鬱不安, 或是氣憤難平, 以免損壞自己的健康和影響家人。 只有保持平靜的心, 才能夠運用理智去分析處境, 以及找出解決的方法。 任何安心的法門, 必須是自力他力兼備才能夠產生效果。 自力即是靠自己的力量, 例如建立正確的人生觀, 處事明白因果, 理解無常苦空, 凡事退一步想, 常感小肉之觸, 掌揚善良心地, 保持頭腦冷靜。 他力是祈求佛菩薩的護持加備, 例如拜佛、重經、慈奏、拜慘等。 兩者同樣重要, 如非了相亦缺一不可。 各位, 當你對現時的處境感到惶恐不安時, 與其浪費寶貴的光陰在憂慮之中, 不如實踐安心法門, 並且每日致誠祈求佛菩薩的加備, 如辭之以行, 必會轉危為安, 產生不可思議的感應。